受冬奥会的带动各地冰雪消费迅速升温 滑雪场馆人气爆棚和冰雪相关的旅游产品也出现了热销 我现在呢是位于北京延庆的一个雪场 这里就旅北京市区呢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同时啊这里与我们国家高山滑雪运动中心啊也是遥遥相望 随着冬奥大我们的拉开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都选择来这里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而雪上过年也成为一种流行的新方式 尽管雪场的气温已低至零下时摄氏度 且受到防疫限流的影响 但雪场的人气依然爆棚 来自北京的王女士一家三口都是资深学友 春节前他们就驻扎在这里开启虎年新春第一版 你是第一次来这边滑雪过年吗 对 滑了几天了 这是第三天了 不觉得冷吗 不觉得 雪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冬奥带动下 春节期间这里的日均客流较往年同期 有将近一倍的增长 其中7至13岁的青少年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亲子游家庭游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的升温 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滑雪主题酒店预定量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四 冰雪滑雪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近百分之四十 吉林长白山黑龙江亚布利浙江湖州等滑雪胜地的订单快速增长 广州重庆成都等地的室内滑雪场也成为热门目的地 攀冰冰湖雪上极限运动等新型细分液态 受到更多年轻人关注 受到更多年轻人关注 受到更多年轻人关注